朝鲜的前世今生十六 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朝代 各种奇葩皇帝是层出不穷 有吃货皇帝 有玩乐皇帝 有炼丹皇帝 有磕药皇帝 有韧姓皇帝 有木匠皇帝 但明朝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也是同一时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明朝除了拥有发达的科技 繁荣的商业和开放融合的文化 明朝的皇帝在应对外敌时 没有一个是胆小懦弱的 甚至把当时的海洋强国葡萄牙都打得服服帖帖 即使极端抠门的万里皇帝 也不惜动用自己的私房钱 发动了平定蒙古叛乱的宁夏之意 抗击日寇的朝鲜之意 镇压苗疆造反的波州之意 万里的三场大战 虽然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打击了日寇的狼子野心 但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后勤大汗努尔哈赤趁机举兵造反 1618年后勤军突袭腐顺 拉开了入侵辽东的序幕 在进攻明朝之前 诺尔哈赤多次拉拢东边的邻居朝鲜 以免在入侵中原时 受到朝鲜的袭击 此时的朝鲜王是光海军李魂 李魂由于不受宣祖李延喜欢 本来是不可能成为储君的 然而日寇入侵朝鲜时 真爱生命的宣祖一心逃跑 慌忙策利光海军 让他留在朝鲜替自己送死 没想到李魂活了下来 而且威望见增 朝鲜复国后 宣祖开始考虑废掉世子李魂 不想危急时刻 宣祖咽了气 光海军李魂登上了王位 尽管努尔哈赤不断挑拨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光海军李魂都不愿站在大明的对立面 李魂本打算明哲保身 保持中立 但明朝要求朝鲜出兵援助 迫于大明和本国朝臣的压力 光海军不得不派兵支援明朝 以报答大明的再造之恩 实际上朝鲜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差 在日本入侵时期 朝鲜军在与日军的白日战中都是不堪一击 战后为了弥补雷弱的战斗力 朝鲜军开始使用日本火生枪 装备明朝扶老机 主持辽东防务的是兵部左侍郎杨稿 第二次元朝抗窝时 正是杨稿的错误指挥 导致了明军的卫山大败 但是杨司令打仗不怎么样 却擅长和主政的清流派搞关系 所以后金造反后杨稿被重新启用 精略撩动 1619年正月明王朝调动了8万6千军队 加上一万女真耶和部盟军 一万三千朝鲜军 总共十一万围剿后金 而诺尔哈赤满打满算只有六万兵 也没有明军的先进火器 按理说明军稳扎稳大 灭掉后金不是问题 但急于立功的杨告 兵分四路 打算一举歼灭后金 擅长游击战的诺尔哈赤乐坏了 决定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击破 1619年3月 诺尔哈赤在萨尔湖地区 大败明军四路进攻 明军损失惨重 此后明朝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消极应战的朝鲜军 在此战中也表现得相当糟糕 一万多使用火枪火炮的朝鲜军 被数千女真人用弓箭打成了烂泥 不仅迅速扔掉火器投降 还无耻地帮着后金 抓捕作为盟友的明军 战后穷得叮当响的万历皇帝 还是赐给了朝鲜一万两白银 以施慰问 但光海军并不领情 开始与努尔哈赤进行国术往来 并多次拒绝破拖延明朝的再争兵请求 这让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大臣们 非常环杆 除此之外 光海军旅魂 把内政搞得一塌糊涂 还处处搜刮民纸民膏 在这种情况下 1623年春朝鲜发生了军事政变 光海军备废 人族李宗登上了王位 继位后的人族重新倒向了大明 停止于后金的政治往来 1626年 努尔哈赤进攻大明宁院 孤立无援的袁宗焕 用红衣大炮让努尔哈赤尝到了惨败的滋味 同年饱受心理创伤的努尔哈赤咽了气 黄太极继承捍卫 不同于努尔哈赤对朝的怀柔政策 黄太极主张武力征服朝鲜 1627年 黄太极发兵三万 入侵朝鲜 金兵势如破竹 从益州安州平让 一直杀到黄海道的平山 朝鲜屈服求和 答应向后京开放市场缴纳保护费 本来黄太极还想做掉活跃在朝鲜的 大明敌后游击队队长毛文龙 但毛文龙迅速撤到批岛 汗鸭子的金兵无法渡海 只好放弃 明朝得知后金入侵朝鲜后 马上派兵支援 没想到援兵未到朝鲜就投降了 无能的朝鲜君臣 反而指责毛文龙躲到批岛不来救援 当时的朝鲜弱不经风 黄太极没有趁势征服 反而与朝鲜皆为兄弟之国 很大程度上恰恰归功于毛文龙 毛队长的游击骚扰战术 虽然打不通后金 但频繁在辽东后方搞破坏 让黄太极无法安心进攻明朝和朝鲜 但朝鲜君臣却极端仇视毛文龙 认为正是毛队长的抗金行为连累了朝鲜 1629年毛文龙因拥兵自重 桀骜不驯被袁崇焕又杀 朝鲜君臣乐翻了天 以为从此和后金可以和平相处了 却不知道更大的劫难即将开始 1630年大明最后的脊梁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冤杀 五年后黄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同年黄太极以朝鲜违背盟约为由 入侵朝鲜 朝鲜军队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清军像屠夫一样杀到了汉城 汉城失守后 朝鲜人组跪地求饶 向大清称臣 清军入侵朝鲜时 除了杀光烧光抢光 还掳掠了50万朝鲜人口 其中有30万是官宦妇人家的太太和小姐 押回国后 大清向朝鲜开天价赎人 国破名穷的朝鲜被迫砸锅卖铁凑赎金 历经多年才赎回了20万女性 那些无力赎回的女人就悲剧了 或是被贩卖为奴 或是被殉葬祭天 或是沦为妓女 被抢掠的朝鲜男性 则全部阉格充当私奴 部分九死一生逃回的朝鲜男女 还被软弱的朝鲜政府押送为清国 接受主家的残酷虐待 黄太极在朝鲜投降后 决定一鼓作气拿下明朝 在朝鲜半岛的据点皮岛 袁中焕虽然杀了皮岛的游击队队长毛文龙 但皮岛作为明朝的抗清根据地 依然稳固如初 然而1633年事情发生了逆转 明将孔友德耿忠明投降大清 使清军有了舰队和红衣大炮 1637年 黄太极要求朝鲜一起攻打皮岛 朝鲜军被迫参战 坚守皮岛的明军将士 战到了最后一刻 大毒壮烈迅火 此后朝鲜又协助大清发动了松进大战 明朝最后的精锐 也被钢壁自用的崇祯地挥霍掉了 内外交迫的大明走向了末路 清军开始疯狂屠杀汉人 中原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 清军入关前后 屠杀的汉人也有5000万人 也就是说当年全国一半以上 手无村田的贫民被满清规子手屠杀 除了杀戮 清朝为了加大文化统治 开始篡改历史 销毁古迹 大兴文字域 摧毁明朝的先进科技 破坏初具规模的商品经济 终结宽松的文化交流 即使被吹上天的康熙地 也没有摆脱清王朝狭隘的局限性 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甚至还不如三十年不上朝的 明朝万历皇帝 更不用说大量焚烧明朝火器著作 开启腐败治国之门的乾隆帝 同一时间朝鲜人组的日子也不好过 人组能推翻光海军登上王位 很大程度上是得到国内亲民势力的拥护 但由于人组向满清卑躬屈膝 使其形象一落千丈 所以人组统治后期 叛乱丛生 在极度不安中 人组度过了余生 1649年 孝宗李浩继任文位 当时的朝鲜已经是大清的蜀国 但民间对满清的仇恨 还是根深蒂固 孝宗本人也提倡反清复明 以朝上下称呼清帝为呼唤 除了对清朝的公文贺表外 朝鲜国内所有公文 依然使用明朝崇祯年号 一方面心系大明 一方面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李氏朝鲜在以后的日子里 如何与清王朝相恨相爱 我们下回分解